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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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中午吧 爹就在乡里吃一口 就不回家吃了啊 不用你给我买单 你给我买什么单 爸刚卖了三千块钱的小鸡 三千块钱刚进那 爸自己买单 自管在乡里吃口饭 苏格兰调情 二不 哎 怎么就这么远求你 这个店 快 抱你 见我一见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你 大爷对不起 这是我饭店的口号 给你吓着了 哎呦天呐 哎 哎 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水呀 是我 哎呦我去 我老孙子 老喜欢你了 没事就模仿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孙子 哎呦我姐 给你闹玩的 哎 苏格兰调情 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 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哎呀 那卤老咸了 你就这色了 你还敢喝吗 哦那卤跟我套赛呀 来碗面 来碗面 有点点吃 有点吃啊 嗯 但大爷吃可是吃 我求你个事 你别吵着巴火 行吗 里边有领导吃饭 新来的乡长 他咋子吃饭呢 新来的乡长吃饭呢 人家 哎 干啥呀 我去看看你 你把乡长吓着呢 快 没事 怎么的 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下去了 那新来的就把他罩上了 可上识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嗯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 你知道吗 嗯 原来那乡长嘛 就老来我这吃饭 我跟你说 老包肠呢 哎 主要是哈 吃完饭还不给钱呢 哎呀妈 我那老多单子了 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 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 就是海带 别放了 大也太大了 相当的单我买 你拉到呗 你能买什么单呢 老多钱了你 你是不是想不起我啊 你看大村那一瞬间瞧不起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在我们村里哈 是养鸡大 我养了一万七千多只鸡 撑起了我们村里的GDP 大也不大钱 是吗 嗯 你别问那么多了 抓紧把单买 大也你为啥买单呢 来 嗯 哎呀点你一下 点一下 为啥买单你 因为我儿子清流感吧 在下面工作 哎呦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买个好 买对的 快点 来 哎 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啥都能有啊 有泡鸡一妹 有 刷卡 大也 你要听孩子话 你就不养鸡了 你就养猴就得了 养猴关键不卖钱 以前养过俩 我一手欠一个给市场那么一顿啊 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好 大不就去哪儿啊 大爷你看呀大爷 大爷不用看 你就抓紧算 大爷不差钱 好 那我刷了啊 快点你 刷了 好 来看 那你枪子 不鲜了 你非常没有用 哎呀大爷对不起嘞 咋的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一早整齐了 你快点我着急 鱼儿不足啊 不可能 我卖小钱三千块钱钢唇里 是 刚才刷了两千九 刚才 两千九 我对有那么多吗 来来吸吸多少人呢 还有那么多吗 我就以为三槽五百 两千九呢 两千九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 给你看你也不看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我跟你说大爷 你这事买完了 你要不买单的话 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 知道吗 还有啥事啊 还有啥事 那老邪欧了 我就在本单告诉你啊 原来那乡长 就因为大吃大喝 让人给举报了 现在八项规定 规定多明白啊 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 你还敢单子 整个猫你儿子 一车都跟他走喽 这跟他玩了嘛 GDP都握造了 哪话给我留个屁也行呢 这不是什么大事嘛 这什么 叫什么样啊 不是 那你听大爷跟你说 大爷现在吧 有点醒悟了 这事大爷办错了 我现在后悔了 来 你把那钱给我退回来 退钱 不买了 那不可能 大爷后悔了 那我没后悔 我发现就要黄了 好像是那钱 我才能给你 那你不 对不行啊 大爷犯错了 你犯错了 我也没想求你买单 你自愿的 那约谁 你还哪这样呢 那我怎么样啊 你就不给了呗 我能 那个 你给我看个单 我怎么买个单 一共三千一 您是刷卡 还是现金 还是签单 现金 现金 我 我真想刷卡 刷卡呀 抛机坏了 没没没没没 没没没没 我这有现金 也差不多能够 小长 你你你你 你现成数啊 啊对啊 你查查能够不 真给啊 你不签单吗 不签单 妈 小长咋给钱了呢 不可能的事啊 不可能的事啊 人家都签单呢 钱呢 你拿来 你这 你这啥呀 当天那单我不买 后悔了嘛 正好 乡长啊 结的是现金 你把现金返给我 咱俩会就两千了吗 这个钱 乡长自己掏钱买的 你那个是给上一队乡长买的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队乡长买单了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我替你单的是这队乡长 上一队乡长该我什么事啊 我是说你给哪个乡长买 你干嘛呀你啊这孩子 那孩子 干嘛呀你这孩子 咋啦 你要干啥这孩子 大爷你说你进入里 比我多少下的 我都是点你 你都比我整个事我干嘛 干啥呀 说我猴是吧 你送给我 大爷我送给你行 但是你别动 我不动 不可能 你动不动是王子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谁不讲理好 我找讲理去 我找相当国评理去 相当啊 相当啊 快来呀 你的相平安营欺负了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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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快来呀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说话 为我做主啊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 你快起来来 哎呀 哎呀 大爷你怎么的了 咋回事呢 你起来 我就 咋回事呢 叔叔吧 你刚才吃饭的单吧 我给买完了 买完之后呢 你又处理又买一下的 咱俩叔叔现在买虫了 大爷你别着急啊 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 你给我买了 嗯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 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哎呀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咋回事呢 你看我儿子 不叫秦流感吗 他在乡里头上班 正好啊 我听说来个新乡长 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 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 我先把单给你买了 买个好 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 后来我醒悟了 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 我不严格 我不严格呀 别别别 你躲了 所以呢 我就后悔了 我让这孩子把钱退 这孩子不给我退 这时候你出来买单 正好是现金 对吧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 我们俩受不了轻了 嗯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 我那单是买上一顿香达的单 那上一顿香达该我什么 在这呢 他该我钱呢 该你钱我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你说明白了吗 大爷大爷大爷 好了好了 大爷别急别急啊 大爷别急 大爷 你还要讹谁啊 大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就是气情大 没事没事 大爷你别急啊 好了好了 我听明白了 你坐歇会儿 小伙子 上一任乡长欠你钱 那是他的不对 我们调查清楚之后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但是今天大爷这单 你应该会给他 凭啥呀乡长呢 凭什么呢 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 我跟你说乡长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 这饭店赔到赔黄了 我上哪儿要钱去 你也是 刚上任第二天 留一帮人来吃饭了 你也快啊 抱歉 打你个大嘴巴 你为什么会说话呢 我跟一条微和你够呛 我跟你说 这孩子越来越胜了 没事 小伙子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 我今天请的这些人 是我们相敬老院的孤瓜老人 过年了 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 请他们吃顿饭 陪他们聊聊天 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 放心吧 我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兜里的 好 我的东西 没事的 稍后再把钱退给他 好 我再陪大爷老婆吃 慢慢吃啊 没事没事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俺们不省心了啊 要你跟着操心了 小长真是好样的 小长真没想到 领导真的这样 这领导 真的这样领导 哎 这是啥呀 没事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爸爸给你啊 能不能给你嘛 钱呢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拿着吧 好 是是 看完了过影不 看完了还想看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TV19986 每天最好的信息都在这里 东北小品大联欢 关注微信号 TV19986